我相信柯文哲陣營一定知道柯粉大崩潰 因為你知道柯粉崩潰到什麼程度 跑去陳志涵的臉書下 被批了 崩潰到那個留言已經到幾樓了 然後PTT八卦版是最挺柯文哲的 哇 昨天所有的文都在那邊崩潰 然後還說當初買演唱會的票 或者是買他的競選小物的通貨要求 要退款 還有繳檔費 通通都要退款 所以他就跟我們一起走 他又想要用這種方式安撫 然後就還是要一起走 接到電話 不管是哪一種這個式化 或者是手機 我們就是要維持支持柯粉 現在侯友宇當然也知道啊 請電話支持侯柯佩 兩邊要比拼接電話比賽 你覺得這樣子誰的一面比較大 另外就是說好 對手賴清德 賴清德本來就預設說 你們全部合起來 我就是打一對一 所以他仍然按照自己的節奏在走 他說昨天我們要公佈的是不分區名單 好 公佈了 除音也在裡面 好 那所以 看起來民進黨陣營其實沒有在擔心這一趴囉 主要是因為我們也沒有辦法擔心嘛 你看 套一句就是 後來他們出來拍照的時候 媒體有捕捉到嘛 馬英九不是跟柯文哲站在一起嗎 搖耳朵 對 搖耳朵 然後大家仔細聽他們講什麼呢 馬英九就跟柯文哲說 欸 你沒有想到了今天吧 然後柯文哲你看他那個表情 然後就說沒想到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這個畫面 大家可以去聽網路上 我昨天也是被大家截圖 然後一直被大家送到 我的意思就是 連柯文哲在深陷其中的人 都不知道說有一天 他的藍飾盒 她啷了 兩個月 有些人甚至於說是啷了半年 在這樣的一個 簡暖的時間當中 他被另外 三個人說服了一個 他們自己都沒有想過的版本 我自己覺得 在那一刻 柯文哲自己都沒想到 所以我們民黨更不知道 因為 坦白說 第一時間我們認為是說 可能又進去大概演一場戲 因為 說實在 柯文哲的支持度 嗯... 現在以民眾黨來講 應該有個二十吧 二十幾嘛對不對 都差不多20上下 侯友宜也有個20% 但是馬英九支持度幾% 9%啊 是不是 當初最後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當時我們都在講說 這個有20%的民意 這個有20%的民意 然後這個有9%的民意的 9%的來當裁判 對 那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那為什麼柯文哲要去相信馬英九 而且拿馬英九來當公道國 只有一個可能 那就是其實在這裡面 也不要講什麼啦 這個賽局已定 我認為不論是拿前面講的 過去的民調 或者是最後兩天 大家來做的民調 我覺得應該就是已經都內定 這是內定民調啦 那所以他們 拼接電話沒有用了 我自己覺得啦 就由救世論事來說 為什麼有很多過去在討論 所謂藍白河的過程當中 像林濤還出來講說 這些戰狼小姐姐們 你們閉嘴 因為就是要把我們 國民黨的支持度 把我們的立法委員 把我們的縣市長算進去 因為這是我們的政黨實力 我們去說這些話 某種程度有一定的性 糟糕 但他們兩個 萬一組成那個競選團隊的話 林濤跟戰狼小姐姐是每天先 互嗆一下 所以他們就已經講說我們要請辭了 所以我非常相信江軍說的 就是撐到18號給大家看啦 因為不能最後潰散 其實昨天晚上 他們也許本來認為上一個政論節目 是這個時間都敲好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論述 你說黃山山能不辭嗎 你跟國民黨合作 國民黨直接上台之後第一件事 把國家交給國民黨 然後呢 重啟特徵組 搞你哥哥 對啊 查你哥哥 如果我是黃山山 我也覺得這時候我能不辭嗎 對 我只剩下至少我的家人是我的依靠吧 對 柯P靠不住 那我至少我要挺住 但是因為他們在做一些 最後的危機處理 是因為你要知道 國民黨現在有13縣市 然後立委他好歹有30幾個人 然後他提名也提名了5、6、10個人 在這些選區當中 每一個人好好的叫他的基站出來告電話 會顧輸給柯文哲嗎 我覺得基本上這兩天的動員 就是一種實力的展現 國民黨已經超過一輪盤了 從高雄、台中到新北 他們的組織大動員都做好了 然後大家還記得嗎 19號柯文哲要幹嘛 他不是要在新北也辦一個大動員 那時候被大家講的那個什麼 最後一集還是一刀斃命的那個圖有沒有 大家還拿出來笑 那你想想看 他的人是要放到那天去動員 那你要放到那天去動員 你言下之意 那你就根本是 不把其他的接電話這種當一回事了 其實接電話就是組織戰 其實就是組織戰 你看他也只能摳出這樣一場的實力展現 不論如何國民黨是可以北中南區 然後五區 那我就用動員來講就好了 五比一的實力 我不認為這種接電話他們接得贏 再加上現在柯文哲的潰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這個對於柯文哲來講真的很不利 對 而且只剩兩天嘛 今天16號嘛 只做到 只做到明天17號 啊認輸了啦 比不過人家的